來 各位 請大家一起 好 我們來 各位 請大家 這場就是拿來去適應我的助跑 因為鑽石聯賽那時候發現助跑是個問題 因為可能我的肌肉型態轉變了 所以變成說我要重新適應我的身體狀況 可能步點只要覺得遠大概五公分 我就會覺得離我很遠 我也想跨打步 所以我現在都打步點大概往前 原本的步點往前移了可能一個腳掌 兩個腳掌 然後讓我的助跑能跑得很急 讓我的速度可以灌進去 因為我發現鑽石聯賽那一場 我的速度灌不進去 所以發現這個問題點 利用這場比賽去做一個改進這樣子 那個東西其實要慢慢抓 也沒說哪一個助跑是最好的 就是你今年適合哪一個助跑 適合你的身體 那就是好的 只是這都是需要說 用時間或是比賽去抓 在比賽中什麼助跑適合我 而不是在練習中什麼助跑適合我 我覺得像這場就很重要 就是這場有抓到我要的感覺 那下一場就變成說是黃金大腳賽 那個就是把我的感覺帶進去 那其實還不錯 因為那個有氣氛 那氣氛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是出國外嘛 然後再加上我今天這樣 抓出來的一些感覺去做的話 我相信成績還在慢慢往上 就是穩定慢慢往上 然後盡可能回到我原本的成績這樣子 那就是國際公開賽 那就是國際公開賽 然後之後可能國外賽的 跳出來的成績 或是說我助跑的感覺 中間六月份中 可能會再排一場 安排奧運前戲的一場 週一場備戰 然後就關起來準備去奧運這樣子 好